安波华宇足球快训2023年2月7日 祖继有力带走3分 周三凌晨 一甲上演本轮最后一场比赛 沙兰利坦拿将坐镇主场迎战祖云达斯 前者联赛至今防守糟糕 军场接近失二球 这是他们轮位积分榜末流的主要原因 是一对阵抢分心切的祖云达斯 沙兰利坦拿时再不宜高估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在联赛重开之后 沙兰利坦拿接连遭遇强敌 实力不济的他们战机亦因此陷入低迷 此前四轮联赛紧入得一合三负的猎击 直至上轮联赛 球队才以2比1战胜来切 成功走出阴霾 沙兰利坦拿联赛至今的战机为5胜6和9负 其间球队得失球比位25比38 进攻端整体发挥勉强合格 但后防线则漏洞百出 军场失十九球令他们轮位联赛防守最差的队伍 此番面对拥有多位世界级攻击手的祖云达斯 沙兰利坦拿失球只是时间的问题 而沙兰利坦拿重返一甲后三次对阵组云达斯 其间球队取得一合二负 当中军场失二球 并且有两次被对手凌封 由此可见 前者网机确实不及对手 是一主场可谓沦陷在即 阵容方面 后卫费特利高法斯奥以及中场阻力奥马基奥尼等人均因伤缺阵 祖云达斯此前曾好取联赛八连胜 当中更是八场一球未失 球队凭借如此出色的状态重新杀回积分榜前列 正当外界以为他们将会撼动拿玻璃的领头扬地位之时 祖云达斯却陷入场外风波 球队因财务造假案被扣除15分 排名直接叠至积分榜中游位置 祖云达斯眼前需要解决的无疑是军心 毕竟球队最近三轮联赛未长胜机 因此已经被前列球队抛离得越来越远 他们需要一场胜利来振奋士气 而进攻端则是祖云达斯的命门 要知道球队联赛至今有过四次无法攻破对手大门 当中一合三负 而被谋杀双杀更是另一众拥顿失望至极 所以杜兴华和玉以及安祖迪玛利亚等攻击手需要挺身而出 幸好前者上赛季对阵杀兰利坦拿有过是哥 此番再次相遇 这位赛尔维亚射手将令对手后防线打醒时二分精神 阵容方面 前锋阿卡迪奥斯米利应伤眷情 感谢你的收听请关注我们的频道 还要点赞哦